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國 EB-5正式成為中國投資移民者的主要選擇 而且在十年期間亦出現申請量暴增的趨勢 根據政策,任何一名申請者只要承諾在美國或定區域中心入面投資超過50萬 創造出10個就業機會,就有獲得EB-5投資移民簽證的機會 面向全球的EB-5申請者入面,中國人的比例由10年前的13% 暴增至當前的80% 成功獲得簽證的數量亦由2004年的16個,增加到2013年的6,900個 申請暴增,中國人是否會遭到限額? 2014年的移民政策將會對華人有甚麼影響? 請關注天下縱橫談 歡迎回到這一集的天下縱橫談 加拿大已經廢止了他們的聯邦投資移民計劃了 而2013年,美國投資移民的綠卡批准率竟然高達了8成以上 在多項利多的消息之下,大家都會認為 其實在美國的投資移民的市場熱度將會大大的提升 而2014年有可能會有1萬個美國投資移民的移民額 到底是不是如此呢? 今天我們天下縱橫談的現場 有我們的移民官杜正宇度移民官 以及我們的馬強馬移民律師在我們的現場 和我們一起談一談 是不是真的美國的熱錢會如此不斷的湧進來 那麼美國移民的這個比例是不是會變得更高呢? 移民官,剛才我們在上一節的節目裡面已經提到了 其實您並不會完完全全在沒有根據的情況下 就會拒絕一個I829的申請 對不對? 可是據我所知道 有一個非常巧妙的一個term叫做自由裁量權 那跟我們的觀眾朋友提一下 什麼是自由裁量權 先解釋一下好不好? 自由裁量權的話 基本上就是移民官在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我們這個申請案子裡面有10個規定 就這10個規定就是可以達到你的這個申請的標準 可是這10個規定裡面 那有的移民官呢 他是認為他非要滿足這10個 OK 我才能批你 那有的移民官呢 就說我就滿足一個就夠了 或者滿足兩個就夠了 是是 你知道嗎? 所以他在這個就是自由裁量權 OK 那有的移民官呢 他就是說你只要有一個不合格 我就不批你 對 所以 It really depends on 每一個移民官都不太一樣 對 每一個移民官不太一樣 因為怎麼樣呢 他這個基本的規定還是 移民官還是要 還是要遵照這個 這個移民局規定的這個 你的省批的這個 這個有一個條件 基本的分開才需要明到的 可是呢 那當然主要 面談的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要移民官來看 所面談他所要知道的這個 information啊 是不是正確的 真實正確的 對 那對於馬律師這邊呢 那請問一下 您對這個所謂的移民官 擁有的自由裁量權 它的權力到底有多大 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每一場面談呢 無論是所謂的投資移民 還是親屬移民 在面談的過程當中呢 我想每個移民官 要確認兩件事情 第一件呢 是這個申請呢 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規定 第二個方面呢 就是這個申請人呢 所提供的文件 是不是真實可信的 那麼我們作為一個移民律師 在陪同客戶到移民官那去做 去面談的時候呢 我們要做就是兩方面的準備 第一方面呢 我們要準備大量的 法律方面的文件 證明這個申請 無論是投資移民也好 無論是結婚也好呢 都是符合這個法律的 比如說在我們用這個 結婚移民來做個例子來講 那法律方面就是 第一你要確認這個婚姻 是不是合法的 你比如說有人呢 這個離婚沒有離城 然後就結婚了 那這樣的話呢 顯然是一個重婚的問題 那麼一些小的問題 比如說有人去這個 去結婚了 去登記了 但是呢沒有去 最後呢去取得一個 合法的結婚證 那這樣的話呢 在移民官看來 他的婚姻也是不合法的 那這是一點 第二點呢 就更重要的一點 我想呢 之所以這個移民總局啊 或者移民局的分區中心 會把一些申請呢 轉到移民局 讓移民官員進行面談的話呢 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他們在申請的過程當中 審理的過程當中 看到一些蛛絲馬跡 不能確認這個申請 是不是值得信任 值得可信 那這樣的話呢 移民官在面談之前呢 我想都已經看過 就像杜移民官說的 都已經看過這個文件了 他們已經 說火焰金晶呢 火焰金晶是的 也可以這麼說 但那是一個很專業的事情 所以他們一看 就是用他們的話來講 所以一看這個地方 就插滿紅旗 那不是說我們大陸那種 占領哪個地方插滿紅旗 所以這個rey admiral everywhere 對不對 你比如舉個簡單的例子 一個50多歲的一個 一個大厨 然后娶了一个20岁的美国女孩子 这个大厨一句英文不会 这个女孩子一句中文不会 这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的 移民官一看就不会相信 移民官如果杜移民官 您真的看到这个case的话 您会怎么处理呢 不过一般来讲的话 当我们叫这个申请人 跟这个被申请人来面谈的时候 我们会注意一下他们的肢体语言 所以其实您真的是火眼金睛吗 一看就看得出来了 因为我们是在 我们在当初受训的时候 是必须要修一个 就是心理的课程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还要修就是面谈的课程 就是面谈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面谈 面谈的时候当然 这个一般是的话 除了你回答以外 你还有一些身体上的动作 怎么样呢 就代表你这个人的心绪 或者我跟他看 面对面在看的时候 我跟他问话的时候 他眼睛不敢看我 对不对 或者眼左右而顾他 像这一类的 你已经知道有问题了 OK 所以这些比较小的细节方面 您就可能像要扮演FBI 或是CSI这样的角色 来看一看 今天面谈的这个人 是不是有身体上面一些小动作 来知道他今天 所要办理的这个投资移民 到底是真还是假 对不对 事实上 所有的移民官都接受过这个训练 OK 所以千万不要带着勾结 移民官 他的这个 我们都是在那个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cademy 毕业的 所以所有的美国的司法部门 都在那个地方 就在Georgia Georgia的有一个联邦 司法人员的学校 所以所有的人都是要 那所有这个司法人员的训练 都是大同小异了 所以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马律生 您有没有遇过 有什么样的比较特殊的案件 是移民官完全不给你任何旅游 就已经帮你拒荐了呢 唯一在这种情况下呢 是一定是已经出现一个很大的 所谓的欺诈的问题 我曾经处理过一个 结婚方面的移民的问题 也许杜移民官不记得了 但是第一次面谈 我的客户第一次面谈 是杜移民官 杜移民官 去告诉我们的 第一次移民就是 对 然后他说我是一个 我的客户是一个 秋后算账 秋后算账 你今天是早餐了 我的客户是和美国公民结婚 然后到那去 那我经过再三的讨论之后 我确信他们的婚姻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报了申请 然后移民官去开 移民局要求我们面谈 我们就准备很多文件去了 那时候呢 我们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杜移民官说对不起 说您的客户里边 还有一个移民申请 所以那个案件 我没有调过来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面谈 只能让您回去 对 我们就回去了 回去以后 那不算面谈 那还有面谈 对 那不算面谈 对 那样的话 我们就回来 回来之后 我的客户再告诉我说 在我和这个先生结婚之前 我还另外一个先生结婚 他没有完全把真实告诉你 对 那结婚之后 说因为这个种种原因 我们没有在一起生活 所以我就离婚了 离了婚之后 又和这个先生结婚 对 我们现在幸福生活 过去已经成过往 但是呢 移民局没觉得 这是个已经过往的事情 移民局在处理这种申请的时候 一定把所有的申请都合并在一起 才能处理 该关掉的关掉 该批准的批准 那这样的话 我想才能是一个案件 真正结束 才算一个真正的案件 对 那移民局告诉我们 在三个月 还是六个月之后 告诉我们说 您的客户 原来嫁的那个劳工 同时娶了七个太太 所以我没有办法 批准你的申请 OK OK 所以其实是 其实大部分的移民官呢 除了自由新政之外 除了基本的门槛要达到之外 OK 就是您还有就是这个自由财量权呢 是以自己的经验来做衡量的 不过大部分的移民官 都是会比较基于情理法 以及人的这个感情的上面 来去批这个案子吗 法比较多一点 法是其实是最多的 你无论如何 就算我很同情您 真的很希望过来美国 可是所有的都是要与法有规定的 才有办法让您入境美国 你起码要符合它的这个 法律上的规定 对 那其实我们在最近都有看到 很多报商杂志都有已经提到了 因为加拿大的关系 所以现在蜂拥而至 美国的移民其实是越来越多了 不过在美国限制之下呢 其实我们的EB5的名额 也只有这么多个而已 那你以两位专业的意见来看 这样美国又这么需要热钱的情况之下 有可能会把这个投资移民的名额门槛往上提 或是只是把名额增加吗 这个移民局出了份文件 大概就是在两个月以前出了一份文件 基本上呢是指的是中国的这个申请人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美国是已经跟加拿大之间是有沟通过 所以这份文件出来的时候就讲得很明白 就是说这个下半年开始 可能投资移民要排气了 对排气了 排气的意思是什么样呢 就是说我们有一万个名额 可是我们有两万个人申请 所以我们只能处理一万个案子 那另外一个人就要延到明年去处理 那明年又有明年的申请人 所以为什么兄弟姐妹要等12年 这就是排气的问题 排气的问题 所以现在美国是已经准备好 说有这么一股申请的潮会过来 要进来了 所以它预先先公布出来 说下半年开始到明年 以后EB5都要排气了 OK 所以EB5是要在排气的状况下 马律师那这边对我们的投资移民客户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排气还有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在里面 因为根据法律规定虽然投资移民 每年有一万个名额 但是如果这一万个名额用完的话 那每个国家只能用其中的7%的名额 也就是说对中国大陆的出生人来讲 只有也许只有700个名额 那么我们知道在去年的话 一共有8000多个申请人 那在今年的上半年 就是财政年度上半年 已经用掉了将近5000多个人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再根据美国移民局和美国国务院的预测的话 在今年的8月份一定会出现排气的问题 那目前来讲能够看到的好消息是 美国国会也关注了这个问题 一些议员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法案 比如说可以把所谓的一万个名额 每个人都利用一万个名额 变成每一个家庭算一个名额 也就是说每个人 协家贷券 也许是两个人 也许是三个人 那无形当中就把这个名额 提到两万个或者三万个 那这样会不会成为法律 我们还不知道 不过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拭目以待 对 那另外也就是 也许美国移民局在未来 会把这个所谓的50万 100万的投资额会提高一些 把这个门槛提高一些 那这样的话 让这个大家呢 会不会知难而退一些 有些人知难而退 大家剩下一个名额来 对 可是我们就是大家要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们不只是要拭目以待 而是要持续关注 这个EB5投资移民这个项目 在美国我们说空气好 水好 教育水准也不错 所以大家都想要来到美国 来这边受教育 来这边住一住 这边的生活反而是好了一点 无论您是想要到美国 来做投资移民 或者是做其他的移民方案 只要是把东西都准备好 所有的资料文件都准备齐全 而且是马上要注意到 基本的基本的法律门槛 一定要越过 这些呢都是您需要注意的地方 如此一来 移民官不会刁难您 而您的移民律师 可以更正确的 帮您走到移民之路 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 天下总横谈 我们下一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